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要求一个三次多项式函数 一般而言我们写成这个样子 求这个三次多项式函数 首先要问它是否有极值 这里我们就稍微懒惰一点 极值的意思就是极大或极小 那稍早我们解释过 三次多项式函数的图形 可能没有三峰也没有三谷 那在这个是用图形来说的 到了这个数值上面 那个像三峰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会说这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极大值 注意哦 这个跟我们在讲 二次函数的时候不一样 我们二次函数的时候说 我们二次函数的时候说 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这个地方是最大值 那在三次函数 三次多项式函数 我们就不会说 这个像三峰一样的地方 是最大值 对不起我发现这里写的不好 这个地方是极大值 但是它不是最大值 理由是这样 一个三次多项式函数 我们已经知道到这里了 这个一定有一个反曲点 而这个函数呢 会对称于反曲点 好 所以呢 它在反曲点的这边 比较远的地方 它会无止境的下降 在反曲点的另外一边 它就会无止境的上升 在反曲点的一边 如果发生了三峰 在另外一边就会发生三谷 而这个三谷呢 就会是 我们叫它极小值 那 为什么不叫它极大值 因为比如说这里 就会有一个值 比这个数还要大 所以它只是在这个合理的一个范围里面 它是最大的 并不是在所有的定义域里面 或者说在所有的时数上 它都是最大的 但是当我们在应用三次多项式函数的时候 就譬如说我们那个定价的策略 那样子的一个问题 显然如果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定价是300块 那看起来在这个曲线上面 如果我定在800块的时候 我会收入更多 但是这个用一点尝试就知道 其实一个定价的模型 这个数学模型 虽然数学本身是可以定义在所有的时数上 但是并不是都有意义的 再譬如说 在数学的模型上 我还可以定价是-100 对不对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无聊的一个状况 所以定价在-100是个无聊的状况 如果一个东西的价值 它的成本就是一两百块 你如果定价到800块 那通常也是无聊的状况 除非你有很好很好的理由 你可以获取这样的暴力 那我想市场通常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同学们按照自己的常识 应该知道 在定价的这件事情上 只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是我们可以定价的范围 在那个以外 虽然数学是可以算的 但是应用到现实的问题上面来 那个是不需要讨论的 所以呢 虽然这个三次多项是函数 它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面 看起来有一个最大值 在更广阔的范围里面 就没有最大值了 所以我们称这个叫 极大值的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虽然只是 只能够在一个小范围里面 求到极大值 它仍然是有用的 因为就我们看的那个例子而言 大家会了解 在我们想要讨论的 合理的定价范围里面 的确会有一个极大值 那这个极大值就是我们想要 去算出来的 在合理的范围之外 这个函数的图形 会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在学习数学的时候 是应该要知道的 才能够帮助我们做更多的 更精确的判断 但是在应用的时候也要知道 我们是要摒弃一些东西不要看的 好 那么再回来继续我要写的画 我们要求一个三次多项式函数 是否有极值 若有 它发生在哪里 也就是说当x是多少的时候 当x是什么数的时候 发生了极大值 而且呢 那个极大是多少 比如说在我们先前看的那个例子里面 极大大约发生在130定价的地方 而那个极大值大约 我如果没有记错了好像是170万的样子 好 我说错了不要紧啦 反正就是说大约 有一个数在那边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入这个旅程的 我们这个微积分旅程的第二个段落了 在这里呢 我们将要跟同学说 怎么样做以上这个问题 怎么样回答以上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学一个微分的方法 所以微积分其中一部分就是微分的方法 那我好像应该写这个字 微分方法 我们就要学微分方法 但是我们就不会像之前 我们在讨论二次函数的 极大极小值的最大最小值的时候 那么方便 那个时候我们只要学会配方 然后在电脑上面把平方 配完全平方的事情做好 我们就看到最大值或者最小值了 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三次多项式函数图形 有一些就比较复杂了 它有可能不存在极大极小值 那如果有的话 它会有一个极大 也有一个极小 而且就算是利用配三方的方法 我们也没办法知道 那个极大值到底发生在哪里 那在很久300多年前 也没有太久以前了 17世纪的时候 欧洲的数学家就面临了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发展出来一套系统性的方法 可以解决不只是三次多项式函数的极值问题 这一套方法发展了之后 任何多项式 四次五次六次七次 任何次数的多项式的极大或极小值问题 通通可以用这个系统性的方法来解决 这个系统性的方法 现在我们就称为微分方法 这听起来好像我们就要进入微积分的主题了 是没错 但是呢 就要请 我刚才有说 不像在讨论二次函数那么方便了 要请同学们有点耐心 我们要还要再准备一些数学的工具 那么接下来我要准备的事情 第一是多项式除法 多项式除法的计算 各位同学在国中二年级开始学 在高中一年级又再学了一次 那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学了所谓的综合除法 但是我们决定不在这边复习那件事了 但是基本的除法还是要同学会做的 很简单的能够在纸上面做的除法 要大家能够做 当然现在应该大家心里有数 到最后教完了除法 会做纸上操作 了解怎么做之后 很快的我们就会带领各位同学 用电脑来做 所以你用电脑可以做多项式的除法 不要太担心这件事 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 多项式的除法怎么做 第二件事呢 我们要再做出 多项式的一个新的形式 就是说长得不太一样 就像我们说过有牛顿做法 牛顿做法会把多项式写成一个 长得不太一样的多项式 但是用电脑的那个expand 展开的那个指令 它都可以把任何形式的多项式 转换成长得像这样的一个标准形式 那我们之后呢 不是马上了 就要学一个新的形式 叫做泰勒形式 泰勒是牛顿的学生之一 他的英文的姓写的这个样子 其实就像伊丽莎白泰勒 这个在英国是一个很普遍的姓 虽然他不是最大的姓 但是我们台湾大概最大的姓是陈 对不对 他这个姓大概可以跟蔡差不多 就是跟姓蔡的人差不多多 所以泰勒是个很常有的姓 做完这两件 就复习就学习啦 学习这两件事之后 我们才会进入微分方法 那你会觉得可能你也会觉得有点 有点着急说 天哪这个 这两个东西学完了 不是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 然后微分什么时候才要学 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 其实也不要太担心 其实远比你想得快 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一套教材 跟你通常看到的微积分课本的教材不一样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们并不会说从这里开始就要复习高一 然后高二 然后高三的数学 然后才会出来微分的方法 当然不会的 所以虽然我们要从国中的处法开始说起 但是请大家耐住性子 这是真正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然后远比你想象的快 扎眼之间 你就突然发现你已经会了微分方法了